这个故事说的是王老头戒酒 从前有个人,人称王老头 王老头最喜欢喝酒,整天酒不离手 喝得身体一天天瘦下去 朋友们都劝他戒酒 他说,我本来早就要戒的 只是因为儿子出门未归,时时盼望 姑且戒酒消愁 等儿子回来,我一定把酒戒掉 朋友们要他发誓,才相信他的话 王老头发誓说 儿子归来,我如不戒酒 就叫大酒缸,把我压死 小酒杯,把我噎死 丢在酒池里泡死 吊在酒海里淹死 在酒泉之下,永世不得翻身 朋友们急切地问 你儿子到哪里去了 王老头道 到新花村,给我买酒去了 到现在还没回来呢